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你好 我是Ernest 是Financial Partners的大中华区董事 今天恒生指数收23,686 跌了99点 而国企指数收12,925 也跌了58点 整体来说今天成交多了794亿 而期指收的时候也是在做一些小高税 高税大约50点左右 整体来说今年年头到现在 这个星期恒生指数升了2.83% 国企指数升得少一点 但也有1.84% 上星期说个别国家股票市场的表现 今天也作一个2010的资产类别总结 一般来说我们在客人的资产类别 里面来说我们有六大类别 包括就是现金、债券、股票、物业商品和收藏品 而这个表现也是像我刚才的次序一样 表现最差当然是现金 其实一般持有港元也不是很吸引 息口也不高 至于那个债券也是一般的 而那个股票市场大家都知道 上年来说整体香港的股票市场 大约是5.5%升幅 当然楼价上年升了接近20%左右 那就会比股票少少 另外最好那两个就是说这个商品和收藏品 通常商品收藏品都是有钱人的玩意 其实要去升幅大家都知道 譬如好像商品 无论你说金、银、甚至棉花的价格 上年表现都真的挺不错的 至于收藏品来说更加厉害 上年就是无论你说红酒 以几倍高的价钱的升幅拍马又有 甚至乎说油票 一些新销直版的油票 上年来说表现都说以几倍 甚至几十倍的升幅去计 当然其实最近有两宗消息也很轰动 一单就是说说黄熙之的一幅草书 亦都是以高过三亿的人民币拍卖出的 当然最近香港亦都有一个上市公司 不说名 基本上来说他卖出一个收藏品 就是这个徐碑雄的作品 雙诛图亦都去到千三万 其实他买进来当时是九八年 说三十多万 说三十多倍的升幅 当然总结就是说 其实有钱人就是说多很多投资的方法和机会 但最重要都是说 就算有钱里面来说 你亦都要将你的资产的领别配置得好 如果真的只是放在现金 债券股票市场上来说 其实可能表现不及你一个均衡的分保 我刚才所说的 包括商品收藏品更加高 所以无论在股票市场上 或者在你的资产类别来说 都好 其实应该是 今年作出一个均衡的部署 看回自己的情况 做一个适合的 自己本身的资产类别策略组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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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